台中BRT在两年前废纸 那么专用道也变成了优化公车道 而BRT的维修机场变成了文字馆 不过现在传出 未来将交由消防局来接手活化 除了消防队进驻之外 也会规划成为车辆的保养中心 还有驾驶的训练场地 空地上堆满了从BRT车站拆下来的柵栏和灯室 位于台中市武崎区 占地500平的BRT维修机场 从来就没有维修过BRT双结巴士 厂区内杂草重申 一度沦为文字馆 现在消防局将接手活化 台中BRT2015年7月废止后 经过两年的检讨规划 现在除了无期分队 因为空间不足打算搬过来 消防局车保中心 也刚好可以使用原来的保养维修场地和设备 也将规划消防车辆驾驶训练场地 但除了维修机场 BRT行控中心更让市府伤脑筋 三年前还没有进行相关的验收就启用 所以机电系统的部分 有一些已经毁损 所以在验收的过程中就发生了困难 所以目前跟厂商就正式协议 进入这个仲裁的程序 台中市交通局表示 位于新中停车场的备员行控中心 因为市府和厂商在烟收上出现争议 已经进入仲裁阶段 预计9月就会有结果 之后才能进一步规划 如何处理堪用的设备 而该处改建立体停车场的计划 也才能进行 记者球水平方安群 台中报道 台中将你们就进行 莫 永 水平方 冲